如果在晚上,已经没有一般梦境的时间 刚刚的几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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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总是率人很头疼 中华民国亚医师公会全国联合会 向卫博尽出器官司法计划 并投过日本的老建国所精彩的金区来自行 为今天一开始,总会有15位的起口医生 在拜五、拜六到礼拜,晚上9点到早起9点 在新台便衣为大家服务 未来民众如果在半月,催起疼,就不怕催无医生 晚上的时间,如果是希望催起疼,是一件少人睡觉的事情 为了保障相关的医疗诉求 中华民国亚医师公会全国联合会 就向中央精出器官,进入医疗主研不足的企划结尾 今天正式实施 广大的云林县民 它的一个夜间的急诊的牙科的需求 是真正的夜间急诊牙科需求 这包括我们在背后这个七大项目 那主要的时间是在五六日的晚上 每周五六日晚上 那地点在成大的成大医院云林分院 为了提供官民净好的医疗品质 一次中华民工亚医师公会全国联合会 也特别向立委老建国顺求帮助 因为是示范计划所以它的一个优点缺点 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提出来 那给中央一个参考 因为是夜间的服务 所以需要很多人力 来导致教会的畜生 目前参务这个阶约的医疗 都总有十五位 他希望从他们开始做起 慢慢去迷更加多医疗来响应 那本身我们虽然大家都上了年纪 但是因为如果说我们不出来做 那势必上这人力上是非常困难的 不过我想渐渐的如果让年轻的医疗 看到我们这些算是老骨头老前辈 都有这么这么的一个新一位云林姓民来服务 我想年轻的医疗会渐渐加入 除了中央的支持 婚林官卫生局也表示 中的专利提供相关的行政主缘 希望让这个阶约可以在婚林不断的落实下去 改善官民的水气健康 记得大家看采放报道